大家好 我是老子 耶 好久沒有拍片了 今天呢 趁阿莉在睡覺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斷舌梨的季度 最近呢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提說 就是我開始要做斷舌梨 那斷舌梨呢 我自己認為呢 最難的就是把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拿去丟掉 這件事情是需要一個很大的心意突破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就要來丟掉我心目中覺得我很難丟棄的東西 也就是我的手杖啊 啊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呢 其實呢 我每年都會去購買 就是日本的HOHO手帳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開箱我10年的手帳給大家看 我即將要把它拿去給丟了 因為說真的手帳買來 如果我不使用 它就是一直放在那邊 等於是一個閒置的垃圾 雖然裡面充滿了唯一 我會用照片把它記錄下來 但是在這個搬家的過程中呢 斷舌梨很重要 如果我每樣東西都要帶過去 我想我應該是放不下 因為我東西也是有點多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我每一本手帳啊 好的 因為阿莉在睡覺 所以我們有快速的跟大家來過 嗨 這些就是呢 我立民來買的一些手帳 這一本是我第一次買的手帳 是一本全紅色的手帳 我自己是覺得很漂亮 因為我那時候很喜歡紅色 那就不用看 就是 字也不是非常好看 但我就很喜歡手寫字 那接下來好像就是買這本 好像還是一個日本的 某一個知名的插畫家吧 它是有一個小馬的造型 那我買手帳呢 之前有的時候都是會請朋友 從日本買回來 或者是大家一起團購 那過後呢 我就是自己從HOHO的官網買 那這個是比較大本的 後來工作需要寄比較多的東西 就是大本的手帳 這個是2015年 超級久的 這本很漂亮 因為我很喜歡玫瑰花 其實我之後如果還會回去上班的話 我應該就會買那一頁就好了 然後從這邊挑一個Cookie 然後呢 這一本也不錯 它是一個北極熊 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皮質感的 它外面還可以擦東西 然後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我喜歡的花 因為我剛才有跟你們說 我很喜歡花 然後這個上面還會有寫一些 2011 看這有寫嗎 2012 然後 這個是 2014 然後這有寫 2016 這個是 2 欸這個沒有寫 所以它有的系列是有寫 有的沒有寫 這一款我很喜歡 因為它就可以再放一些卡片跟筆 然後就可以把它關起來 就很適合秘書的工作人家 好啦 那大家如果問我說 最喜歡哪一本的話呢 因為每一本都是我自己 精心選擇的 其實我蠻喜歡這一本的 如果硬要選 我應該會很喜歡這一本 就是 這種刺繡的 手帳 然後接下來應該就是這個 皮的 是這個 花的 然後因為它可以 除了當手帳本之外 它裡面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就是它這邊 可以放東西 所以出國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拿它裝護照 然後統一管理會比較方便 它又很漂亮 就是我喜歡這種花紋 好 然後除了這三本我比較喜歡之外呢 其他的就是當時的心情之下買的 因為我曾經最喜歡紅色 然後曾經很喜歡北極熊 然後呢 曾經很喜歡桃紅色 但現在的回頭去看 我應該就不會去選這個顏色 因為我曾經很喜歡北極熊 然後曾經很喜歡這種綠色的 綠綠藍藍藍的顏色 然後呢我應該不會再去買這種大段的 因為我覺得它太重了 就是不實用 所以我真的需要寫到這麼多字 另外跟大家說其實 每一個手帳都可以買它的書套 欸我現在是在推銷手帳了沒有 好啦我今天不是要再跟大家推銷手帳 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說斷舍離 所以呢我不能再講下去了 因為再講下去 我可能明年又要開始買 因為我真的好喜歡手帳 好啦剛剛跟大家說斷舍離 其實我看完 過後我又好捨不得丟 但是呢我之後可能 在我回去公司上班之前 我不叫我會買紙本的手帳 所以我老公又貼心買了這個給我 iPad Pro 然後它是很方便 就是我滑開來 做我的筆記嘛 我就直接打開我的筆記 然後呢 然後我自己建立很多筆記本 我直接打開任何一個筆記 然後裡面就可以寄我的任何 就是行程啊 跟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它就可以有 一到禮拜天 可以做一個軸計畫 或者是月計畫 然後或者是 我開一個 像我們在看設計圖啊 然後也可以直接 或者是我去 畫畫啊 這些自看書的筆記啊 iPad很好用 然後我也習慣在上面 看影片啊 或者是做菜的時候 都會用到iPad 所以有了 iPad Pro呢 搭配這個 iPad Pencil 我就覺得 手帳已經離我越來越遠了 已經很久沒有用 就是實際的筆下去寫 除了簽我女兒的聯絡簿之外 跟 我現在大部分都是用iPad 在看書 然後做筆記 然後寫一些日誌之類的 然後 好啦 然後謝謝我老公買這個 電子版的手帳給我 然後讓你可以在上面 除了寫寫心情日記之外 創作影片跟圖片之外呢 還可以記錄我小孩子的生活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買手帳 然後又想要環保 不想要再浪費紙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跟我一樣 買一個iPad 可以做更多事情 我兒子應該快醒了 而且我現在整天是他 我要去接我女兒下課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記得 音樂分享按照開始小鈴鐺 我之後還是會陸續 希望可以 每個禮拜都分享 我的生活給你 好啦 就這樣囉 掰掰 啊對了 後面給你們看一下 我開箱iPad的樣子 雖然已經很多人開箱了 但是呢 很多人開箱跟我開箱 是不一樣的 好啦 就這樣囉 掰掰 現在來開箱囉 上面都油油的 弄到我們那油油的 你看 先把這個打開 唉唷弟弟 這邊有一個這個 他是說他完全環保材質對不對 是嗎 那為什麼我這樣子打不開 他不是說完全不用刀子嗎 可以啦 不用刀子 我的Apple Pencil 酷 哇哇哇 環保的是不是 所以他就是用這個地方封住 讓他固定住 好盒子再見了 粉漂亮你 這一支叫做 什麼呢 對啦 二代啦 Apple Pencil第二大 Apple Pencil2 For iPad 好啦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吧 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箭頭 所以是這樣拉開嗎 拉 嗚 嘿嘿 然後呢 Pencil怎麼打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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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 Cool 噔噔噔噔噔 噢 叮叮叮叮叮 他就可以直接這樣拿起來 就是一支漂亮的筆 寫什麼字就寫Pencil啊 漂亮 漂亮你 Pencil 哪裏有寫字 它沒有寫字啊 有寫Pencil 看一下這邊是什麼 說明書嗎 給我看 你要做什麼 尋寂 我要拿它來 放置在 噢它是直接可以吸在iPad上面充電耶 好酷喔 然後可以更換它的筆尖 然後可以吸在上面 更換模式就點一下就好了 點兩下來更換模式 充電就是吸在上面就可以充電 方便耶 好啦 我現在先把它放到旁邊去啦 重點的重點不是這支筆 重點的重點是這一卡 爽快了 來看看我的iPad Pro 哇真的這樣拉開來它就會出來 完全沒有塑膠 不錯環保 256G iPad Pro 11吋 第三代WiFi版 OK 這邊有一個 完全不需要用到剪刀式咧 撕開 可以打開來是不是 它是直接打開來嗎 好漂亮 它是直接打開是不是 它是這麼笨的方式打開嗎 是耶 這個設計太怪了吧 哇 來來來這個放旁邊去 這個地方有一個拉的地方 拉 就拿起來了 漂亮耶 黃俊進根本不想看卡通 只想看這個 漂亮 鏡頭 我要來好好研究一下這一台了 所以那支筆呢 筆呢 它不是可以吸在某個地方充電嗎 來看看這支筆要吸在哪裡充電 就吸在這裡充電了啦 酷 其實我太慫了 我第一次碰到這個 欸它吸力很強耶 酷 我的iPad Pro 這是什麼充電的嗎 太美了啦 好啦先放旁邊去 這邊有一個它的充電頭 充電線 Type啊Type 一定是的 這就是一個盒子 然後呢裡面就是它的說明書啦 說明書 來求說它要什麼註明 頂部按鈕按住 將iPad Pro開啟或是啟用Siri 就跟手機差不多啦 然後它說這邊可以吸出它的iPad Pencil 還有什麼東西是不一樣的嗎 大頭小一囉 它說按住頂部按鈕 和任何一個音量鈕 來這樣它關機就跟手機一樣 這有一個叫做聰影接點 將巧控鍵盤 喔 所以它後面這三個點點是連接巧控鍵盤的啦 我剛才是想說這三個點點要幹嘛 但我們沒有買巧控鍵盤 因為上網看了一下很多人覺得 巧控鍵盤的使用率不是這麼高 多分是真的專業上要使用的 所以我們暫時先沒有買 先試試看沒有巧控鍵盤來使用它 如果需要的話再去買其實也沒有差 好啦還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有Fast ID 控制中心都一樣的啦 好啦我要來研究一下囉 哇 爸爸說這裡有名字 看一下這裡 咦好糊喔看不清楚 Cam Rose Fall 登登登登 其實這個禮物是我們的結婚週年禮物啦 因為有一些紀念意義 所以呢 爸爸在這邊弄了我們的名字 有參加我們婚禮 2016年當時的婚禮的時候就知道 我們就是以這個為主題 這是我們的名字加在一起 好啦謝謝啦 開心好美喔 雖然我覺得它是自己買來要追劇的 哈哈哈哈 好啦我要來開機了 這要先充電嗎不用吧 應該還是能開吧 酷 這是我們兩個的iPad 這是我們兩個的iPad 他的照相畫素應該比我的手機好 哇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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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你的國家是哪裡呢 台灣 好啦我要繼續設定了